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副少 大家请坐 各位小队老师 大家一起坐 然后这一堂课 师傅在正式的课堂算是最后一堂 那其他我们点心灯或其他师傅都会在场 那以课程来讲 这个算是师傅的课里面会送礼物的 所以这个法拉丽的 她说好车 难保坚定 要送客去 这一堂课用心听就有机会 你如果不用心听 你只能顶多咳着 好 我们这一堂课呢 最后生命的结伴 酵素的酵 简单介绍这个酵的定例 你有看呢 这个是中国字 中国字是很有智慧的 刚才刚才高老师那个谨慎的圣 是一个心一个针 我们昨天看那个大慧集里面 开户的物是一个心一个物 然后这个酵素的酵呢 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这个酵素的酵素有哪里 不是合成的吗 老跟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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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样的自合成的 所以这个是主要是什么 做孩子呢 她孝顺母亲 孝顺母亲年纪大了 你就要被人家背了 有背过爸爸妈妈的几场 确定啊 你爸爸妈妈也那么老了 太可以了 以后如果爸爸妈妈真的老了 你就要不能背了个道理 好 我们先看下面的哈 好 这个师傅呢 自己看到这个荧幕 我自己会很伤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要让父母担心就是笑 然后子曰是哪一个 是指孔子 大家应该知道 他有谈到一句话 我们一起念哈 父母在 父也有 有 必 有 花 89年那一年呢 师傅去缅甸学习打坐 然后去了大概半年 结果那一年我妈妈走了 我在缅甸的一个晚上 我曾经做梦 梦见我妈妈手都绷带抛起来 那天起来心里就有点怪怪的 当然我要出国之前 我妈妈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但是我还是说我要去缅甸 结果那一次 等到我从缅甸回来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那么早回来 就刚好遇到他们缅甸那个欧山素姬 被军政府软禁 然后就开始 国内就一直遥远 美国要党缅甸的 他们是用码头 那个经济制裁 结果穿到最后 我说啊 算了大 休眠修复上去 会新人 那也不要 留得青山山 不怕没彩燒 那就回来 结果一回来回到台湾 我找个电话回家 然后我弟弟接的 我就跟他讲 跟爸爸妈妈说 我今天会回家 那时候坐到小管机场 结果我弟弟 传下来说 那个礼机 我就听来说 妈妈不见了 妈妈不在了 那时候听到我就 好 所以当我们现在 爸爸妈妈都还在的时候 是我们还可以静下的时候 结果后来我回到家里 第一句话被我爸爸骂 因为缅甸跟台湾没有当交 他要我妈妈病危之前 住医院那段时间 他一直在找 我只知道我在缅甸 然后找不到人 结果我爸爸看到我回家 第一句话 就 我不是骂你们 我爸爸说 你没有妈妈都会中 好 因为他们找得很辛苦 找到最后 弟弟说 你没有妈妈都会中 你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回到家里 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 赶快像那个狗狗 跟那个小朋友一样 你要抱过去 爸爸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你就赶快还有机会 不然啊 你就要像我一样 我后来我就到我妈妈的湖幕 放骨灰的地方 住了50天 你看古代都要守校三年 在湖幕 我那时候也刚好 就是 我们那边火葬堂的塔烧掉 我就在那边 也算自己进修 然后后来 怎么进校 就只能送金回向了 所以我妈妈走了那一年 我送了一千部地藏金 平均一天大概送三部 有时候送多一点送五部 那你只能事后做这些弥补了 也不能说弥补了 你就是 妈妈爸爸 我们父母亲如果走了 你不在身边 你心里就觉得好像不孝 尤其人家 我们爸爸就是 那时候县政府啊县公司啊 能够找的 都找到说 没有邦交 我就说没有邦交 就找不到 所以当我们 我那时候在重新变这个时候 就有种感触 但是现在小朋友 爸爸妈妈都还在 表示我都很幸福 回去的时候 比如说 看到爸爸妈妈 好像几天没见面 就 陌生人 你要表现你 孝顺这一面子 好 我们继续 好 先看年代 详细看就有奖品 好 雪中圈 山子摧桥 遺下一個世界 栗子摧桥 希望城市無限 漂亮的發揮 窗球撫回 大海閃過夢 見 大海閃過夢 小栗子 大家的作業都敲來了 你的呢 我 我忘記寫了 功課怎麼可能會忘記寫呢 忘記 這個介面也太奇怪了吧 就是啊 你們不要找了我不好啊 寫功課是每天要做的事 就像刷牙洗臉一樣 你怎麼會忘記呢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這一切都是我爹害我的 我沒有說的 我沒有去過 你去過 你去過 爹 我從來沒有見你寫過毛筆寺啊 你在做什麼啊 小孩子不懂事 不要小爹 每次都这样 好 那你别懂爹跟你说 有一个人 他下一季需要很多栗子 要爹种很多栗子给他 但是他又怕爹种不出来 所以他要爹写个什么 种栗子的计划和保证 但是爹是个大老挫 哪会写这种东西 所以就很伤脑筋 原来爹也有功课要写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了 那我回房间咯 等一下 刚好你在 今天爹实在是忙活过来 你就帮帮爹吧 可是今天我有很多功课要写 那你就帮爹去送些栗子吧 可是 好吧好吧 这袋栗子帮爹送到慕容叔叔家去 好吧 那我要去送了 送完要早点回来 爹还有很多事情要拜托你去做的 我怕 我怕 还有什么事 因为今天爹赶着写那个东西 所以得拿着你再帮爹多送几张例子 可是 我真的有很多功课要写 真的没办法了 爹今天真的是太忙了 你得帮爹先送到慕容叔叔家 再送到市集的王妈妈那里 还有陈叔叔 然后 然后 等一等 爹 你听我说 怎么了 你叫我做那么多事 那我怎么做功课啊 我真的有很多功课要写 我 这 你就帮家里一下忙嘛 爹临时忙不过来 你爷爷跟你娘 在 在 我只能帮你两趟 行吗 爹会来不及的了 每次都骂我 自己的事还不是都做不完 就算是你爹要你帮忙做些事 那晚上还是有时间做功课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 你怎么不做呢 要写功课的时候 不小心睡着了 一直睡到今天早上 安静 原来是这样啊 我真的不想睡着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今天吃早点的时候 还害我爹吵架 吵架 吵架 对啊 就是因为他害我功课没写 他还问我为什么没写呢 就算是这样 也不可以和你爹吵架 我嫁了 孝顺儿子 小丽子懂吗 懂 那孝顺是什么意思 嗯 嗯 嗯 方丈要强要治 顺从父母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你们年纪还小 现在可能体会不是很深 但是 我们人生在世 数十载 父母养育我们 照顾我们 冲不久回报 嗯 嗯 现在我们还比较没办法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 当有一天父母不在的时候 只剩下回忆 每一次的回嘴 每一幕让父母难过的片刻 都会让我们自责毁 所以笑就是要顺 虽然有时候父母做的不对 但是 我们懂事顺从 不跟父母争对错 以后的回忆中 就不会有愧疚了 我现在还听不太懂啊 记住方丈的话 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懂的 爹 我回来了 小绿子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爹 你很忙啊 是啊 不过爹今天不用你帮忙了 你去玩吧 爹 你的功课 都已经写完了吗 那个 挺麻烦的 我还没写完呢 麻烦大喽 哦 那我去把书包放好 我等一下 要去宿局 好好好 你去吧 你去吧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爹 你怎么了 救命呀 爷爷娘 欸 怎么会这样啊 爷 现在该怎么办 哎呀 我也不知道 不过还是等大夫来了再说吧 你叫我多那么多信 那我要怎么做功课 我真的有很多功课要写 你就帮忙家里一下 爹临时忙不过来 你爷爷和娘又都不在 我只能帮一两趟 行吗 爹 我来不及的了 每一次都骂我 自己的事情还不是都做不完 原来帮上说的都是真的 你开始想要孝顺的时候 爹可能就不在了 爹 你快起来 我以后一定会很孝顺 我会听话的 小绿子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可是爹都不起来 这就是让人担心的 小绿子你要记住 以后不让父母担心就是孝顺就是乖 那爹现在也太不乖了吧 谁说我不乖啊 我的头好痛 爹 你醒了 儿子 你还好啊 怎么昏倒了 我好像是在太阳底下太久中暑了 早就叫你不要在太阳下工作太久 要喝水 要休息 真是的 你这样爹会担心上了 对不起 孩儿不孝 下次不敢了 嗯 好了好了 等一下话大夫来了 还是让他检查一下 比较放心 是的 爹 爹 你怎么站在这里啊 娘说要吃饭了 请爹到别的地方去 好的 你去跟你娘说我马上就跑了 嗯 爹 啊 你是因为我没有帮你的忙 你才会中暑的吗 哈哈哈 其实啊 爹的事情也该自己做完 总不能都找你帮忙啊 你也有你自己要做的功课嘛 嗯 我可以帮你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别担心 爹得先把这个完成 你先去吧 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不用了 哦 好吧 爹 我帮你泡了一杯茶 辛苦你了 啊 这是给我倒的茶呀 是啊 这是我特地替你泡的哦 你要还在里头 帮我泡的茶叶 哎呦 哦真乖 还帮爹泡茶的了 小丽子真的长大了 小丽子真的长大了 因为我不想等爹不在了之后 他会没有教训你 爹 爹 你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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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鱼 好 师傅都会准备礼物了 不过刚开始交礼物而已 好 刚才的内容呢 有两个地方可以问哈 师傅先从一个地方问就好 第一个先给你 小 师傅就是 小菩萨 男众不要说师傅很偏心哦 一个都有一边 好先问 女众这边的小菩萨 小菩萨 小菩萨 身体不舒服 有两个身体不舒服 是不是啊 好 没关系哈 提神精神 好 问这个问题很简单哈 小丽子他爷爷跟他讲什么是孝 当他爸爸不是中暑在宿下乘两个时候 他爷爷他把孝的定义 爷爷对孝顺的定义 好 先换一下哈 有几个知道 那我们就用举手的 嗯 数到三 好 才举哈 一二三 好 还是前面就比较快 爷爷讲孝顺的定义 他他认为是怎样叫孝顺 好 你自己挑 里面有小玩具 这个不是车子的 这个是动物的 好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也很简单 摩羯 你知道呢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叫摩羯吗 他对孝的定义 他跟孝顺怎么讲 他跟孝顺怎么讲 八个字哦 好先放下 先放下 一 先放下 一 二 三 好 这个 这个 师傅的眼睛没有那么大 所以只能看到刚好正前方的为主 摩羯是怎么讲 他把孝的定义 他不要顺床错 和直床错 是这样吗 不是 不太一样啊 天空下好 好再一次机会 好 一 二 好这个比较快 对 不是极好玩的哦 你要真的看得出来 你的前面是一半 他也是一半 可以放到那一段给他们看吗 没关系 师傅这个在留下面的 就刚好摩羯姐在问的 你讲的前面的 他讲的后面的 师傅不是像圣前华 是那边可以让你们喝 后面 后面后面 在大概一半的位置 今天去早点的时候 吵架 你不要 吵架 你不可以 吵架 你说说孝顺是什么意思 孝顺就是敬心奉扬父母 顺从父母 有没有 他是 敬心奉扬 你是顺从而已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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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把父母没有再加进去 尽心奉扬 顺从父母 那父母有重复两次 好 现在的这个比喻 好 注意看这个等一下会再送出去 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我以前出家那个师傅 他做的比喻 在活光山心灵大师 他曾经在开示中做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 很简单来讲 他用四种球的比喻 其实师傅这个 讲完之后 那个影带 刚好跟明天一个大三老师的课 同叠了 所以我把那个影带已经放下了 就再放另外一个 但是这个比喻来简单讲就是 当我们还是一岁两岁baby的时候呢 我们在父母亲 那父母亲在我们的心中 他是什么 他是橄榄球 我们都抱着父母亲 连着父母亲 你有看怎么打橄榄球吗 都是抱着 所以我们都会连着父母亲 你一岁两岁还没有读书 幼稚园之前 你都连着爸爸妈妈 那时候爸爸妈妈 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橄榄球 懂得这个意思吗 然后等到你开始读书了 小学生了 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什么 躲避球了 你就会开始闪了 你会不会闪 叫你写个书念个书做个功课 你就找理由你就要闪了 像小栗子 刚才他就开始在躲爸爸了 有没有 然后等到呢 你已经大学了 出社会了 有时候如果你没读大学 提早出社会了 爸爸妈妈会变什么 排球 你知道 你去哥哥那边啊 你不要再加了 你就退来退去 哥哥退过来 你退过去 懂得意思吗 爸爸妈妈就变成排球了 然后再来呢 他变成足球 如果你还 每天 跟你爸爸 跟你的儿子这样 摄摄念 你儿子就一巧把你踢圆圆的 踢到哪里去 你踢到哪里去 哇 你踢到哪里去 你这么有力 你是周星驰那个少林足球 踢到上面 他还等好了半天 可以给你踢到养老院 你到最后 他就可以讲 好吧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没什么家具设备都有 那个两人就是养老院 一脚帮你踢得圆脸的 这个我本来后面刚好接一个剧情 就从小孩子一岁三岁 那个明天你没看另外那个瓦斯 他一样有晃 好 我们先看我后面晃的那个影带 有看过喔 那这里面有剧情的 注意看 等一下小问题问完 这个大问题会送那部车子 所以要用心看 成络的 对 他这个话 可以 贵 好 那这东西 他这个话 有理想 可理想 我 都然 我 有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你心裡有 我沒看他想唱 沒人在海裡有想 這次我會被他想唱 他就有日子 每一天都在心中心中心 心情变成了一段落的属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還沒有 那個老師說你這樣叫做 偷人家時間 一 二 三 還沒有數 這位大堆起來了 再一次 再一次 剛才還沒有數完 一 二 三 好 我看這胖胖的一個 咦 怎麼兩個都站起來 我說胖胖的 我是對了陳順利 橄欖球 躲避球 不用 不用把他搞亂的 排球和足球 好 恭喜 沒關係 沒關係 大的車子來了 大的車子來了 你們這樣背得起來嗎 背不起來 我不要問你們背得起來 背不起來的 不是 只有兩個字 喔 三個字 我要問 這個叫驗詩 這首詩 是一個古代一個詩人寫的 他也是佛教徒 他跟過一個師父 我已經提示很多了 他跟過那個師父 他親近的師父叫做 鳥巢蟬師 所以後來 這個劇情啊 你看就很像嘛 厭厭而物碑 我們一起唸啊 厭厭而物碑 耳當緩至師 師 師耳為除死 那個是時間的死 喔 我那時候打錯了 不好意思 高 高揮被我持 喔 為除日 當時父母念 今日而因之 但在世間因果下 我們年道跟眾戶界都一樣 你種那個因 會得到那個果 像那些小鳥 四隻小鳥這樣會過去 以後當他們老了 他開始呼籲他下一代的時候 他下一代長大 一樣回走 如是因如是果 只是時間早晚 其中 除非說中間裡的緣已經變了 這一首詩 叫做厭詩 要背 不是要背 我要問作者是誰 我要討你們這個果誰 這一個人 不然是 是 日定 我剛才講過 他是佛教徒 他親近一個師父叫做鳥巢蟬師 所以他對佛教的理論 修行很好的 唐巢的時候的人 你們現在學生都很少教這個 你們現在學生都很少教這個 好 這部車要送出去送過去 晚上要做一個小小小的機會 我再提一個字 他第一個字他姓白 白冰冰的白 你來 喔 這個小小朋友已經取消了 你知道嗎 好 起來先放鳴沒關係 莫名 他今天呢 薰子熙 對啊 對對對 等一下齁 下完課我教你怎麼操作齁 那裡面 下完課我教你怎麼操作齁 他可能還沒完過 不要哭 後面是不是還有一段 還有嗎 好 這個結論 送出去了就不要哭了 我們要喜歡洗心 要恭喜人家 以後回去好好讀三四三百首 哇沒有誰洗心 現在小朋友 我小朋友在那邊堂師三百首 好啦我們把結論講一講 送出去似乎就沒有價值了 出去出去出去 好結論 第一齁 我們要有耐心聽父母親的 嘔叨不是嘔叨 嘔叨其實是關心 但是有時候關心到最後你會覺得 喔有夠嘔叨的 當然這個都是有過程的齁 然後第二個你要理解 有什麼爸爸會沉默 有時候他有 我們講的有些事他也很難過 他也不好意思講齁 然後第三呢我們要主動呢 幫助爸爸媽媽做家事 好第四個不要對父母親發脾氣 第五個不要在背後說父母親的壞話 我講我一個縣市報 我這邊如果你們想去看附近 師父這邊 我走遠這邊自己撞到一次 裡面有一個小的水泡 就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時候 後來我媽媽走了 然後我回來幾年 我爸爸年紀也蠻大的 他大概95到97 我在我爸爸在家裡陪 我爸爸陪了幾年 結果有一次出去外面 中秋節那天有法會啊 有栽生然後回來 結果我爸爸就他那個戒指 老了他就帶著準備說 走的時候比較不會 不知道丟到哪裡 他早上開始找 家裡找到之後一直找 他找到他也很滑 就是找不到 後來我回家的時候他就跟我講 我已經很累了那天剛好颱風又回來 我爸爸那時候走路 就不太方便 就用那個類似我們那個架子 要慢慢這樣走 結果我被他還到最後 我自己也沒有耐心了 其實久病無效子 我在陪我兩三年還不到這樣 我那天我就很累了 我就氣起來把我爸爸那個拿掉 拿掉之後我就很生氣就 弄上來 剛好自己拿到眼睛 所以我這邊你們要看 我這邊就有一個比較有水泡的 所以我們發脾氣的時候 其實就傷害到自己 這個你到最後 就剛才講的 爸爸媽媽都不在的時候 你內心就難過 你直接想到你就覺得 那個不孝的心你就會出來 所以你現在明天回去的時候 你看爸爸媽媽 你自己要有點表現 幫爸爸媽媽隨隨背 倒個茶 你看那個小栗子倒杯茶的時候 爸爸媽媽好感動 結果到最後講那句話 我怕等到你不在了之後 就沒得笑 真的 你回去的時候 不要讓爸爸講這句話 不能讓他喝到就噎到 好 那個悲的心喔 你真的要悲爸爸媽媽 要等老的時候再悲啦 但是你可以服務 很簡單 回去拖地啊 掃地啊 這個都你做得到的 講比較簡單啊 這邊回去之後 你還是爸爸媽媽在孝順你的 我們現在的孝子 是爸爸媽媽在孝順孩子的 我們這個小孩子都是很孝 都是不一樣的 不過回去的話 在這邊學的 你要有正面的表現出來 不然我們在這邊辛辛苦苦 老師們 然後各個志工們這麼辛苦 你們來回去都沒有一些改變的話 那會對不起我們 應該解釋得好 請問說是敬服 在伊拉克 一個沒有媽媽的小女孩 在孝頑越到水泥地面上 畫了一個媽媽 她用一個拖線鞋子 那個腳都做好了 在伊拉克 在媽媽的胸口睡著了 真不知道該如何 和用人类的语言去全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合理 又抱怨自己不够幸福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其实幸福可以很简单 默默地看着这幅画 也许你会感动掉泪珍惜 所有生命中出现的人 我们有没有掉泪 有 今天那个圣雪玛师最后播出那个影带我掉了 一掉一下 中国禅宗里面主持也有 有一个小偷来偷他的衣服 进来他的毛本偷东西 结果那个小偷都偷不到东西 那个似乎只有三一一波 他就把衣服给他 说你千里迢迢没有偷到东西不好意思 这一件衣服送给你 我们站在这个立场你会体谅悲人 就算那个人是不好的人 我们也会想要让他重新出来 你们看到这个不会掉眼泪 你要爸爸妈妈有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们才会感动 没关系 我们这个一年的时代 你们的一年福报比较好 不过以后的话会比较苦 因为以后你们一个人要演好多人 以后你们一个人要准备说 要爸爸妈妈 然后什么什么 都是老一辈的 台湾现在是这个心图 所以现在自己培养能力 以后就比较好过 好我们这堂课就这样了 你们不要哭 我们是三四五分结束 另外一点要先提醒 我现在看到小朋友 可能已经来这边太懒散了 在活门里面脚不可以伸到活前 这个脚要不做好 做要有坐向 我们现在奇怪什么 腿都会往 你回到家里 爸爸坐在客厅里 你腿就伸给他看 他会不会打你 你爸爸妈妈对的真的好 所以刚才我就 脚都不能伸出了 你要做好不能往活前 这个还是有规矩的 不要说师父跟你们 现在好像很熟了 要跟我成兄道弟了 哪天师父凶起来 你们要知道 我爸爸我那时候都很凶了 你看何况你们 对不对 不过又改脾气了 不然也不会这么顺了 好 这一堂课就到这边 你们演戏的部分 再讲 我本来要演一段笑话 演不出来 好了就到这边 我们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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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